大家好,这一期来推荐一下,无聊军队的另一支销声匿迹的乐队,A Jerks乐队。 或许应该叫,A Boss乐队,因为这两个名字他们当时也是来回的换,这一期里就用,A Jerks乐队这个名字吧,因为另一个名字不太好,大家都懂的。 如果你知道无聊军队,你就肯定能知道了Jerks乐队,如果你知道这个乐队,那你肯定知道这个乐队,是现场最具煽动力的乐队,现场气氛极佳的乐队。 主唱沈乐队的嗓音魂厚,高亢、嘹亮,且现场带动气氛的能力极其强烈。在无聊军队的里面,他们乐队是最为外露和张扬的乐队。 在网络上一搜索他们乐队名字,就能出现一个纪录片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1998年,导播TBS电视台采访他们的一段视频,标题名为《北京破格摇滚乐的故事》。 在这个不到十分钟的纪录片里,主唱沈乐在后台贴近记者耳朵扯着嗓子,盖果音响声回答,然后露出邪魅的笑容,最让人无法忘记。 还有他们生活的简陋环境,与演出现场的火热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Jerks乐队的极度玩闹型,许多不喜欢朋克音乐的人,也喜欢看他们的演出,除了热闹外,更多的是因为了Jerks身上那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气质,能够点燃所有人心里的激情。 而乐队身上的这些气质和激情,一度成为了朋克时代的先行军和邻居乐队。 1998年豪叫俱乐部正式开业,唐朝乐队免费进行了演出。 下面据说是豪叫的老板回忆,当时冷却动物乐队,苍蝇乐队,舌头乐队等,都到过这里进行演出。 后来有几个装熟怪异的家伙找到这里,留着高高的建筑发型,说想在这里演出什么的,我也没有在意。 一个下午有一个巨大的机关头家伙,身头看了一眼后走,这个人就是沈月,我们都惊了。 不要于80年代初期,看到长发青年的感觉。 虽然之前也见过别的乐队成月的暖发和演出时扭曲的朋克表情,但我想,这次见到真正的朋克了。 当天晚上骁荣,李鹏,沈月,高阳来了,骁荣是个腼腆的家伙,穿着那件著名的朋克照要中国的黄色夹克衫,马丁的黑靴子和高筒带蓝条的国产足球袜子,眼神是闪烁的,很少跟你对视超过三秒钟。 他的笑容里有种异样的感染力,李鹏始终是活跃和健谈的,他积极而身手敏捷,不时的呵斥一直笑着的沈月,高阳成文可爱而淡定, 身上有着典型的北京时的中产家庭气质。随即谈了很多,最后我们把演出时间定在这个周末。 这是无聊军队在嚎叫的第一次演出,也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朋克时代,揭开迅速为一场演出。 这可能是当时很多人前所未见的音乐和乐队,也因你感觉到他们对中国地下摇滚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接下来就是那场1998年4月8日的著名演出了,因为在做六九乐队的时候,我就提过,这里就不说。 如果说无聊军队是带领中国朋克新浪潮,那么当年在摇滚萎缩的时期, 熬造俱乐部等其他酒吧,则无意中承担了中国摇滚城上旗下的历史人物。 当年了Jerks乐队第一次正式亮相的阵容为,主唱,沈乐,吉他,李鹏,贝斯,骁荣脑筑乐队,鼓手,高阳陛下婴儿乐队。 1998年底,阵容换成,主唱,沈乐,吉他,李鹏,贝斯,万民,鼓手,田乐。 李鹏当时还兼任六九乐队,所以说当年的无聊军队,有的乐手都是来回客串的。 同时更换完阵容后,参加了S2001乐会。 1999年,发行的无聊军队合集中,收录了他们的十首歌, 其实此时的他们已经有25首作品,也可以发行自己的专辑,可能也是由于种种原因吧。 也是这一年,合集非常次序收录了他们的歌曲完统。 2000年7月,在崔剑、刘元、吕波的协助下,开始了全国巡演。 此次巡演后,乐队开始休止。 2001年,乐队重新开始活动,但是仍处在调整期,从冬天才正式重新开始演出活动。 此时乐队的成员是沈乐、李鹏、王江、田建华、田乐。 12月14日,在豪运酒吧举行了演唱会,这是五人体制之后的首次演唱会。 在德法等地参与发表多张合集后,于2002年在导播发表专辑来自18岁的声音。 此张专辑的豆瓣评分高到8.9分,很多人称为神专,这也是A-Boys乐队的首张。 也是唯一一张独立专辑,2003年,乐队解散。 这里重点说一下乐队的主唱,主唱沈乐可谓是北京朋克圈中的核心人物,也是最早得到媒体关注。 曾被称为朋克天才,也曾在某次比赛中大骂作下了评委。 2003年A-Jerks乐队解散后,同年他组建乐队1979,并担任主唱及创作。 2005年乐队参与随时催剑合集录制,2005年之后沈乐迷上了电子乐,开始进行电子乐的制作。 2011年与好友重组A-Boys乐队,但是一直没什么消息。 其实相对于无聊军队的脑灼乐队和反光镜乐队,可能曝光率也好,后期的知名度也好可能更高。 69乐队只是昙花一现,而A-Boys乐队则是迷一样的乐队了。 但是很多摇滚迷却对他们认可非常的高。 其实看过在他们音乐下面的评论,有一句话最让我是有感触,这句话就像朋克一样直接。 人生最悲剧的三件事,蹲坑没纸,有阴没火,朋克从凉。 可见摇滚迷对这些摇滚人的希望有多高。 虽然他们存在的时间短暂,能够保存下来的各种信息极少,但是这群无聊的人, 用他们无聊的音乐,简单地反映着自己和周围人们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的无所不济, 才使得他们的音乐更为真实,他们用他们的放肆和单纯,反叛和愤怒打破了中规中矩摇滚形式的局限, 也改变了人们心目中早已定型了的以老牌摇滚乐队为代表的摇滚北京的概念传统。 为了能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优秀摇滚和中国的这些老摇滚, 很请大家长按联赞三秒钟,点击强烈推荐, 更多的强烈推荐,能够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咱们的老摇滚人多么优秀, 那个年代是个值得与记的年代。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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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才是这样 他们非说我们是中国的西笔 可是我们的西笔真的没有一点关系 他们想让我们成为反正教材 小年轻人还别像我们那样 可是很多事情大家就没有想到 就像今天的这儿又一剑一剑 有人觉得你样子很奇怪 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这样 他们非说我们是中国的西笔 可是我们和西笔真的没那么一点关系 他们想让我们成为反正教材 小年轻人别像我们那样 可是很多事情大家就没有想到 就像今天的这儿又一剑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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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oh Oh, oh, oh 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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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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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